疫情人處在高原期 端午廉價第二天 中重症死亡雙雙創新高 不過疫情記者會卻不開 只讓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仁祥錄影片帶過 而此時疾管署的官網被抓包 染疫死亡人數 暴衝到22815人 超過四小時遲遲沒人更正 第一時間莊仁祥回應官網 每天下午兩點後 會更新國內確診總死亡數 原本應該填寫2815人 但多寫了一個二 是人為疏失 網友看了下歪 CDC官網是不是在造謠 嚇死人了 死兩萬多人 三百萬罰起來 狂酸 難道是忘記校正回歸嗎 說不定是寫好的劇本提前公開 更有人諷刺 到時一定甩鍋 是中共同路人駭客做的 不開記者會 陳真中廉價也沒閒著 跟著總統蘇奎往中南部視察 藍軍大罵 難道是因為那裡 是綠營的大票倉嗎 政治有一件事情 選舉心中沒有防疫 最不應該發生錯誤的事情 居然發生錯誤了 到底是不是疫情指揮中心螺絲 已經鬆了 還是指揮官心思也不在防疫上面 只想著要選舉 如果說真的只是想要選舉的話 趕快去選舉吧 也不要站在位置上不做事 疾管署出包不是第一次 端午連假前一天6月2號 衛福部圖卡就物質累積確診 等到1136萬多人 幾乎全台一半的人都確診 百姓不僅想問為何連數字都能填錯 真的有心在防疫上嗎 記者 陳真冒林佩傑 三軍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打架完之後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